康西 naro 邨小雅文 寫 寫 文 创 藝術 空 間 要的舖個位 寫 建 王 寫 寫 寫 館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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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有先有藝術展啦,一直到九月底 9月30号 装置艺术 我们结合全马来西亚18位艺术家 跟一才独中的学生17位 6岁的小朋友到12岁的小朋友 白天应该那边很多阴线也晚上了 我们可能是看一些比较晚上可以看的东西 对不对 这里是宜宝属于百年老店 那我们去参观吧 Google 在我们的生命中 很多我们有情感的东西 都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故事 那我相信这一个艺术展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从他们的艺术作品里面 看到他们背后的一些背景跟故事 这号人物啊 他的儿子叫曾太平 因为他们打架打架 他两个是会打 所以那地方叫太平 然后生个儿子 他生个儿子也叫曾太平 所以很出名的艺术有曾太平大厦有曾太平路要纪念 所以很多很多故事 好厉害 这是以前的厨房 以前的厨房 这怡保的老街呢 当初孙中山先生他也来过 然后他也曾经住过某一栋房子 所以大家在这边可以找得到他的足迹 其实他记录了很多我们很久以前的文化 也许你很多是不知道的 你来到这边原来觉得 哇当时候的那个年代 已经我们有那么多的连接了 我们都不知道 那时候是没有网路的喔 你可以想象吗 那种情感的感觉是什么 你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 我就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艺术家存在在里面 所以每一样东西在任何一个人的眼中 每一个人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样 可能我看到它是一片叶子 可是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 他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艺术品 当初号召这些人的时候啊 你怎么说服他们愿意这样做 就要一个头叫Philip Wong 可以进去的吗 可以啊可以 可以进去的 装置艺术是可以让你体验 可以摸 可以去互动的 就让他们治愈他们 他们想要什么 就让他们去用 就是你就是提供platform 跟他们的支持给他们 这么多艺术品在那边短时间里面 他是怎么办到的 怎么会有这个艺术 艺术节 我们就邀请Philip Wong来 这次我们推动的是 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是整个立体的 可以感触的 而且在这个老店 百年老店 在这里举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其实谁是Philip Wong Philip Wong是来自吉隆坡 他在国家艺术人 他是一个port of director 他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人 他有相当的一个推动力 他可以影响全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朋友 在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来讲 在马来西亚是真的是很震撼 突然间跑一个装置艺术出来 就变成是一个带动了 对的 看了那么多 我原来才知道原来 什么是装置艺术 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装置艺术 或者是任何艺术有兴趣 或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又想体验的话 赶快就是抓紧机会 因为这一次的这一个展览 好像到9月30号而已 大家赶快来医保整 这个西米巷 Tin Eddie来参观 我们这个活动 这个艺术级的活动是免费参观 也非常感谢光良 跟所有的团队 来这里给我们采访 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能让我们日后可以 将这个发扬光大 感谢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喔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